明天早上八点啊 我在你宿舍楼下等你 千万别 我早上至少要睡到九点钟 否则我一天都没精神 你忘了 知道 早上八点半 去医院做复健 怎么会忘了 动你玩 我就说嘛 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忘呢 高雪 你终于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请问你们是 你们下次看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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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慢走 韩uan 学长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我是大世界内关机内游戏 那我哥呢 就是苏阿迈那个 你帮过他的 我给你看的照片啊 你看 就这个 你想想 记得吗 其实陈叔跟我说了游戏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我的意识 在系统里面受了损 所以这段时间的记忆 都消失了 抱歉啊 那清优呢 清优是从一开始 就跟你进游戏的 你不会再连他都忘了吧 那清优 记不记得我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怎么能忘了春雨呢 她明明帮了你那么多 清优 这个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 是吧 你俩主要属于高手协作 互相抵消了 谁也不欠谁 可是他们俩明明都在一起 清优 我还要去医院做复健 待会儿走吧 不需要一点吗 快走 清优 春雨 那个我们那个学后课要时到了 快走 春雨 时到了 要上课了 姐妹 快点 快走 咱走 咱走 春雨 他们刚刚 我们也回去吧 快走 走 快走 你说了 你帮忙找我 我下楼一趟 我快递到了 我也去 走 走一起 陈宇 高全失戏的那个事 不是她的错 我刚才不应该那么说她 没事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我是担心你 不过我想说的是 你一直都是我们这里面 最坚强 最厉害的人 而且你和高全的事 我也看在眼里 我也衷心祝福你们 所以你一定不能千言放弃 有任何需要帮忙的 你都可以和我们说 春月 知道了 谢谢 所以 顺其自然吧 我就是说 差点没密码都报了 零四要求 也不知道他们俩怎么样 希望春雨能够没事 春雨 跑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对生活和学习都挺顺利的 你不用客气 这个除了生活和学习呢 对了 上次你说的那个特殊的挂念 竟然是什么呀 跟妈说说 什么特殊的挂念 你上次电话自己说的呀 跟妈讲电话就这么地不上街 说过就忘的 你说的特殊挂念 是个女孩子吧 春雨 好了好了 不闹你了 看你脸都哭了 希望听到下次你有好消息 好 先挂了 喂 你好 杨芳芳吗 我是高璇 杨芳芳 刚刚轻有想说什么 被春雨给打断了 她没说完的部分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你醒好了吗 再等我一下下 再等我一下下 醒好了吗 再等我一下下 是让你吴散 我还没说 你咋不得了 你咋不得了 人家联系 我都你咋不必了 你咋不得了 你咋不得了 现在该怎么走啊 哥哥 随心走